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非常的感恩 今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 今天读经运动凡事的主题是 不动摇的弥撒亚 取自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五十三到七十二节 我们先一起祷告 慈爱的天父 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 感谢你在十家的救恩 拯救了我们这些罪人 今天我们要思考你的话语 求主带领我们的心 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求 阿们 在科西玛尼园里 主耶稣在挣扎中的祷告 十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九节 使他被捕或受审时能坚定不移 当主耶稣被捕拿死 门徒们都害怕了 但主耶稣却毫不拘位 他依然冷静 他对那些无意寻求真相的虚假指控 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然而当大祭司问他 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 他确认了这一点 十四章五十五到六十二节 当他受到嘲笑和折磨时 他仍然保持沉默 当大祭司审讯他时 他肯定意识到自己的门徒会害怕 不敢公然地为他们的夫子辩护 甚至连彼得也会三次否认他 那么他会憎恨那些逮捕 侮辱 折磨 审判 离弃 否认他的人吗 不 主耶稣从降世就清楚知道 他要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 为了要拯救罪人 因此 他从不憎恨那些 他甘心为他们受死的人 彼得能感受到 主耶稣不可思议的爱 因此 让他的父子预先告诉他 他会三次否认自己的父子 而当这件事真的发生时 彼得就痛哭失声 深感懊悔 从本日的经文中 我们可以学习两件重要的事 首先 通过在克西玛里园与上帝相交的祷告 耶稣基督能够很坚定地忍受苦难 苦难并没有改变他 他仍然爱他的门徒 甚至爱全人类 这是对我们的鼓励 当我们感到软弱 无能为力使 要通过祷告向上帝 寻求力量 其次 彼得痛哭是因为 他意识到自己未能 持守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然而 彼得接下来的故事表明 他后来回头转向耶稣基督 成为一名使徒 直到去世时 他还积极地传扬福音 使徒彼得的故事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在坚持我们的信仰失败时 我们可以回到上帝身边 上帝充满爱 他的爱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而动摇 您是否养成了习惯要通过祷告 读经与上帝相交 您是否习以为常地向上帝寻求力量 使你能尽忠职守呢 当你无法坚持自己的信仰时 您是否会毫不犹豫地转上上帝呢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上帝 感谢你今天在为我们说话 上帝知道我们软弱的时候 欣赏我们的信仰会动摇 恳求上帝继续带领我们 让我们透过祷告 读经来 坚定我们的信心 求上帝保守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在今年耶稣基督受难节的期间 坚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让我们更依靠主 在我们的生活中 展现主的爱 请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 阿们 今天的读经反思到此为止 希望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上帝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